第一次見面 很高興你們來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 法理思考下的閒聊 我們應該用傾心的心情來講這件事情 上這堂課 一般的話 我們民政務的學員 在外面都會招請說 找回我們台灣的台灣人 一般的話 我們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外來的政權 有的是直接講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我相信自己都聽過這個講法 比較客氣的是說 它是外來的 外來的什麼意思 本來就不是在這裡的 突然間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沒有想過 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 那問題就很大了 一個國家跑來在你的地方 在你的土地上 他們是外來的 要把他們管 把他們救水 跟做兵 它是外來的 他們有他們國家的人民 他們的人民來了 然後用他們制定的憲法 在管這塊土地的人民 合理嗎 不合理 甚至有人講 原本就是流行政府 是怎樣 流行政府說得比較的就是 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它的領地了 它的政權就移到別的地方 不是它領地的地方 所以我們叫它流行政府 這個意思很淺顯 那我就問你一句話 如果是外來政權 像阿飛伯就很客氣 他們說 中國國民黨 他們是外來的政權 我就不客氣講 就流行政府來管台灣人 那我就問大家一句話 如果外來的政權的話 就表示說 它以前就不是我們的東西 他也沒有這個台灣 他平常把台灣人 改造他的人民 你有想過嗎 如果他是流行政府的話 表示說他沒有台灣 對不對 如果說台灣是他的 這塊土地上的話 那他就民政言順 中華民國還存在啊 因為他是沒有擁有台灣 所以他是流行政府 他既然沒有台灣 就不可以把居住在台灣上的 這塊的本土上的那個台灣人民 變更為他們的人民 這是不合法的 更何況 更何況 台灣的人 是在第二次世界上 打敗的 一個什麼 一塊土地 被佔領的 有時候我在想 每次在講這個時候 有的人覺得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什麼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但是 我們就 哪天 台灣是民主的社會嗎 有人說沒有 有人搖頭 國民黨給人家說 我們是民友 民智 民想 對吧 我們有 選舉 罷免 創制 副決 有沒有 都有嘛 那我問你一句話啦 你們有沒有選舉 你們有沒有罷免過嗎 你們有創制過嗎 不是 那是不完整的 甚至說 我也跟你說 我們的選舉 是公平 是合理的嗎 你 你們是民主的嗎 對啊 你有創意嗎 我們聊天嗎 我們聊天 我們不用太嚴肅 我看大家好像很嚴肅 欸 很奇怪 我們活了很 我會很大歲數說 我們是一個民族國家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怎樣 那有想說獨立也要有條件啊 對啊 獨立也要有條件啊 要有土地 要有人民 要有政權 要有外交權 對吧 土地是誰的 剛剛好像秘書長講 獨立好像不是我們的 對啊 因為在以前 日本跟中國打仗 正確講應該講 大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打仗 他們兩個都是帝制 帝制的國家 帝制的國家所有權是誰的 皇帝的 很簡單啊 我都講白話 你們一定聽得懂 皇帝有所有權 他不會說我宰相要把這個土地割浪 宰相有權可浪地 福祉福利可回天 有這個 有這個 這句詩詞 人家割地了 到最後還要洗 皇帝要預期它回到 所以所有權是誰 是皇帝 是帝制國家的頭 問題來了 如果有這個 有這個 性質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就問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完以後 我們家副書都說 日本放棄台灣 台灣 那真的 日本放棄台灣嗎 是啦 真的 日本放棄台灣了 不是表面 是真正的放棄台灣了 但是他放棄台灣的本質 實質是什麼 他是放棄了他的管轄權 我們回想剛剛我講的 這個皇帝 他不可能去關這個地方 他都會叫這個政府 派誰去管你 就像剛剛講的 有這個 A軍 有這個管轄權 他一個總督 然後去管 一個皇帝可以有很多的政府 像英國 英國是大英帝國 帝國都用大英帝國 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 他們都像說 英國人他 去澳洲 會派個總督 以前 在殖民地的時候 會派個總督 在加拿大 甚至以前 以前那個紐西人都是 他有好幾個政府 但是他們都有 一個最終的目的 最終的效忠對象 就是他們的女王 英國女王 就好像說我們 電影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看那個港片 說 我是英國皇家警察 什麼意思 皇家 他們不是效忠英國國家 他們是效忠英國女王 所以說 我們以前的觀念都沒有建立這種 這個真實的國際法的規範裡面 讓我們有的 人云亦云 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 像是有一次我跟那個 剛開始的時候是 Window久五的時候 有網路我很高興 我就 電腦接上網路 久五的時候 還用個電話接播 遇到一個中國大陸 這是中國人就對了 他也用網路跟我在聊 那也十幾年前了 聊的時候 開二十年前 聊的時候 我說我們 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 我們才是自由 我貼的時候覺得很老笑 我們有選舉 你們沒有 他們說 他們也有 他們只是選的比較少 你們選的比較多 我想奇怪 這個 阿拉到哪 這個426實在是 說的 有要跟我們對唱就對了 我就問他說 你認為我們的民主是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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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到自己的 有些勇敢打字太多 後來他講一句話 打中我的心坎 他說 台灣人的選舉是假選舉 什麼叫假選舉 你們知道嗎 自己想一下沒關係 放輕鬆我們想想 什麼是假選舉 就是那個選舉是不公平的 是假的 是騙你的 他會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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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給你利益交換 還是什麼多的 用不公平 用不正當的手段 去騙取這個選票 他們會用匯選的方式 大陸他們知道 大陸的中國人他知道 我們台灣都是用匯選在選舉 他們就跟你笑說你們是假選舉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創之附 甚至連公投都是假的 我們想說跟你騙說 我們可以公投 我們有公投這個東西 這個法案 大家都很高興 我們可以決定什麼決定 可是到現在為止 你們有公投過說 我要決定我們的前途嗎 沒有 公投門檻很高 公投還不能 規定說公人不能設計統獨問題 是不是 那不是很好笑嗎 什麼叫民主自覺 什麼叫做真正的民主 你不覺得我們生活在 好像是一種虛假的 騙人的社會 如果說你常看什麼 新唐蘭電視啊什麼 看一些國外的新聞報導 有中文的 他們會講中華民國 他們不講 他們是講台灣管理當局 只是我們台灣人 什麼叫台灣管理當局 不知道嘛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台灣管理當局就是 你上了美國那個 AIT在台學會的網站 你去查 什麼叫做台灣關係法 它有中文 官方的網站有翻文 就在那個 所謂的右上方 你點法約什麼條約 裡面就有台灣關係法 裡面就講述 他們為什麼訂這個法 然後台灣是 他們把它視為什麼 就是台灣的管理當局 台灣關係法是什麼 是他們的國內法 他們參議院 眾議院簽了以後 他們就通過了 一般人想說 台灣關係法是法律 應該是我們跟他們簽的 我們跟他們說 我們跟他們做一個 買越區域 買什麼東西 買車子什麼 結果他們不是 他們自己來 自己什麼東西就下去了 然後就用這個法律 再管理台灣 你不覺得奇怪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佔領區 我們是佔領區 跟琉球一樣 琉球已經有回去日本 他們管轄 他們返環協定講法 就回去了 可是台灣還沒有 因為在美國的法律來講 因為照美國的法律來講 照美國法律來講 他們那個 佔領區的結束 要由總統 國會還有議會 他們有通過以後宣告 可是台灣從來沒有 台灣從來沒有 說宣佈過結束佔領 其實我們這邊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美國的佔領區 所以說他們一天到晚 看到台灣的台獨人士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怎樣怎樣怎樣 在必要的時候 美國總統 還是他們國運的發言人 還是他們亞太士的官員 都會出來講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可以公投 你不會很奇怪嗎 台灣人都這麼傻 中華民國跟台灣 我們都分不清楚 美國人一直在提醒你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想很久 剛剛我密事長這個課程 有這個理念然後發掘到了 當初我聽到消息 這個也很高興 有空來 有這個機會參與這個活動 來到賓政府 你們也是你們也是很幸運 我大概是 大家都 都有做善事的人吧 有時候想說 我來賓政府 我看到很多的假菜郎 還有一萬道的 還有牧師 還有牧師 我今天有載一個牧師 然後他載著他 載著他的小孩來上課 什麼的 我覺得說大家都 好像有在 共襄盛舉這種事情 所以說一般的話 我們好像是 在想事情的時候好像 我們的教育好像一直在 牽制我們的思考能力 像說好了 我們是中國人嗎 為什麼不是中國人 我們祖先不是從中國來的嗎 不是嘛 那不是就那個 如果是的人 是的人是憑什麼說 我們是中國人 不是的話 大概是我們用抽血什麼很多 可是在我們小時候時候 我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要 對 洗腦 因為一般的話 我是一個管理者 我是個工廠老闆 最好是我交代的工作 完工就快去做了 沒有任何的反抗 就執行 就把它完成 這樣就對了 很好管 我就是要賺錢 我就是做什麼成品 產品出來 然後出貨 然後賺錢 就這麼簡單 但是 但是如果是台灣管理當局 他會怎麼想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思考 每個人都有行為模式 對吧 如果說我用教育的方式 灌輸在你們的頭腦裡面 讓你們思考是一致的 想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那就很好管你們 是不是這樣 對啊 我們閒聊一下 我們閒聊一下 有的人說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我們講 為什麼我認為我不是中國人 很簡單 如果是你的朋友 還是說你的親戚朋友 還是說你的港兄的 你會不會開槍打他 你會不會開槍打他 意見不合會不會打他 會不會說 那個 那種刀子 他就動不動把他抓去灌 不會嘛 那我們就想說 在1947年2月28號的時候 228 228是一個悲劇 在228的時候 他們進來的時候 根本怎麼說 我們都是同胞 對不對 我們都是同胞 我們都是中國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 他們為什麼在惡霸的時候 我們抗議 還是為了一個 賣香葉的一個小販 發生了一個衝突 他們就拿槍 拿槍就掃射我們的人民 我們不是同胞嗎 對啊 我們不是同胞嗎 他們是嘴上講你是同胞而已 你有思考過嗎 就好像拍電影 有一次一個外國影集是這樣 外星火星人來了台灣 地球人我們是朋友 地球我們是朋友 可是那個火星人 是手拿一個死槍 然後一直對著地球人 就打打打 打到死掉 可是他邊打邊講 地球人不要走 我們是朋友 拿著槍一直掃射 這個情形就很像你知道嗎 他要管你 他要屠殺你 可是他還是說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同類的 是不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這件事情 我們想說 不是我們在講仇恨 就好像我們讀書一樣 我們講歷史 講歷史要幹嘛 就是要歷史發生的事情 要記者 然後記起這個教訓 然後讓它不要再發生 但是那才是歷史 不然我們聽歷史是不會說 會不會那麼多 就是要知道這個事件 然後民事裡 然後讓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國民黨對於228有 有反省嗎 沒有啊 反正是那個阿飛輩 本土的台灣人他來道歉 對不對 可是倒是 倒是一些 一些有志人是覺得說 這樣是不夠的 應該把元凶找出來 到底要公佈內幕 對啊 可是國民黨一直 不敢也不承認 也不承認這個事情 那我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當作是 種族的仇恨之類 在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是 我們只是要一個真相 只是要一個真相 可是從來沒有 我們思考一下 如果說 我們不敢面對這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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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讀這個歷史有用嗎 他給錢都推翻掉了 讀的書都推翻掉了 很簡單啊 有的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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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記說有的老子帶到死了 家的人早就死了 大部分都不在了 可是為什麼不敢把這個真相公佈 對啊 這就表示說他還沒有 還沒有要懺悔 我們就思考看看 我常常看報章雜誌講說 我們在228的前戲 都一定有一些報章雜誌說 我們人民要忘掉悲傷 向前看 我們撫平228 其實我都很認同 本來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做這種事情 但是 但是我有想過說 你把真相弄出來就好了 但是用反向思考講 中華民國 叫他說 日本大屠殺 有918774篇那些屠殺事件還是什麼的 請他們忘卻吧 向前看撫平三口 中國人渴嗎 不渴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叫我們要撫平三口 他們又不做 他們真的去告訴他們 他們的歷史教科書 寫的還是什麼屠殺事件 什麼事件 講的一清二楚 叫他們的中國人民要 要記得這個事情 是不是很矛盾 是啊很矛盾 所以說我們民政務以後的民政務人員 當了官以後 要記得說 要有一些反向思考 人家跟你講什麼 你不要照端全說 你要交換立場想想 才不會被人家看笑話 你討論不清楚 還是說 你交換立場想 還是說你站差他的立場來想 站差立場來想 那你就會做的 你就會做的 做人會做的 比較說不會那麼失敗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一般來講 像中國人 他們歷史 我們在講法理的時候 中國人的歷史 其實 他們比較沒有法式觀念 他們比較沒有法式觀念 隨便講 有位內照歷史 法理觀念也比較沒有 像說 我們在 在課本上常 我記得我小時候也讀說 宋朝的話 肌肉不振 那些詩詞 那些詩詞 宋朝的詩詞 是很發達 唐詩 都很發達 可是他們對於宋朝 他們覺得說 他們都是被人家侵略 覺得很 抬不起頭來 歷史 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可是在他們的漢朝跟唐朝 他們很強盛 像說 司馬遷西征 宣揚國威 你們知道宣揚國威什麼意思嗎 不是 我這樣說 跟剛剛說 為什麼我們 巴林抗戰 轟炸台灣的是日本還是美國 有的都會搞錯 因為 因為這是被 中國人的 那個原語欺騙 還是容易被他 混淆去 所謂的 司馬遷西征 還是什麼什麼 宣揚國威 那是什麼 那個就是侵略 你們聽到有意思嗎 他就是出邊去打棒的國家的人 宣揚我的國威 那就是侵略 他們講得很好聽 匈奴人跑去變匈奴人 什麼 民主的大犧牲 因為中國人很強盛的 他們宣揚國威 他們宣揚國威 他把去內別的國家 他講宣揚國威 這樣的話你就知道 中國人確實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缺點 我們都一直沒有 一直在接受他們 可是我們一直 你們有想過說 如果說 他如果把我們都是真的是中國人 他應該就不要這樣屠殺我們 然後用粉飾太平 還是說用一些 規避他們歷史責任的方式 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他常常叫說 日本進出台灣 進出中國 應該是日本要承認侵略中國 是不是 他這樣講 其實他自己本身也做不到 他自己也做不到 當然我們不是指責 我們是在講這個法理 我們不是指責他們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法是一致的 我們當然很閒談說 日常生活法律是一致的 並不是因為誰而改變 可是 你們有想過說 像前陣子 很多的法律判決很奇怪 判得很奇怪 像貪污的林醫師 他有貪污 有沒有貪污 有 他有沒有收錢 而且他還拿美金去燒 他現在有沒有被關 那有法制嗎 那我反問你 我邀請你們認識嗎 認識嗎 認識 他是說 變成他告訴說 有一個人說 全局他說 我在我的拆一罐 放了多少美金 然後他 我來探戶 我來買 用什麼什麼 高速公路 什麼什麼 經營權 給他試好 想要 想要怎樣怎樣怎樣 後來檢察村找 好 有沒有找到這個茶葉罐 的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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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說 那個 那個虧輪有沒有因為說 這個標案 然後得到這個 這個利益 就拿到那個 收益站的經營權 也沒有 通通沒有 他們都要去管 有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把這事情兩個合在一起比較下 他們有沒有法治觀念 沒有 我們聊天 我們不要想得太緊張 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你說台灣人都沒有在思考 台灣人都沒有思考 思考的人力 好像一個大象 在一個圈圈裡面 用繩子綁著 繩子就這麼長 他從小到大就是在那邊 在一個圈圈繞繞繞 因為繩子就一個圓桌 對吧 如果有一天 繩子放開以後 那個大象還是會在那個圈圈裡面跑 他不會跑出來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大象一樣 每次想到這個 都會轉彎 然後就不去想他 那孩子有錢沒錢 有錢沒錢 我今天在講 就是我們聊天 把這個思考 把它翻轉過來 翻轉過來 大家都覺得 我們做的生活在這個台灣的上面 有這個民政務 我很高興 我就跑去跟他說 你如果說 民政務有很多的福利 民政務有很多福利 我18歲的小孩 會有一棟房子 以後讀書不用錢 有沒有 你們倆來之前 有沒有聽到這次的福利 有沒有 有嘛 沒有舉手 沒有 你帶來 沒有利益 你帶來 你也不錯 好 那我想一想 怎麼可能 台灣人說不利益 你怎麼可能 那不是說 沒錢沒錢吃嗎 對 我們沒錢沒錢吃 對吧 我們生活很困苦 有 那我問你 在台灣有一群人 沒有家 會本家 他 隨便往事 會本家 他們今天賺錢錢 我們每個月還有補給 還有美顏 還補給 算配錢 那什麼人 是啊 有些人 有些人 他從中國大陸過來 他們怎麼帶土地過來 沒有啊 他沒有家庭 他是本建村 他 有錢嗎 有錢嗎 沒有啊 他劉王政府來這裡 他怕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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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 他人民 不要說他怕 他人民 這是因為 他要改變心態 要 要偽造 要融入我們 像阿火拼開始就說 他們慢慢在改 不然以前 考軍工場的人 是要怎樣 怕說一萬人去考 台灣人給他出一個 如果要娶三十六個人的話 有三十六個職缺 以前高 考那個公務人員 比較多就知道 要考公務人的話 如果是三十六個名額的話 一國一萬人去考 台灣人只有一位 你天津的 你什麼河北省 什麼省 都照省份去分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比較老的比較知道 比較沒那麼多歲就不知道 如果你是 蒙古的 新疆的 你只去報名就對了 競爭 競爭大概就是考中 因為過來的 新疆省的很遠 沒有幾個 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就是公務人員 他們過來的時候 大多數就是什麼 當兵 做老啊 像說老啊 其實中國人 他們就是當兵 做軍公教 因為日本人走了 他們要來接受台灣 一定是找自己人來 所以大部分軍公教的人 初期都是 全部都是中國人 因為他們來接受台灣 所以他們福利非常的好 他們照顧自己人民 他們照顧自己人民 中國人真的 他有照顧自己人民喔 我說你們就聽我嗎 他們在照顧他們人民 是我們台灣人說 不知道 對不對 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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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 幾個月 每個月 每個月 每個月都領十萬塊 一毛錢 一毛錢都沒有 這後來 才有 對 阿扁是有做一些事情 替台灣人做這些事情 他有他的 建宿的地方 其實我也對他也是蠻尊敬的 但是 有些地方他還是 也不能這麼講 講的也不好 這個都在錄影 我們講回來 我們講回來 像說 我們就是受限於思考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跟他爭取我們自己的福利 對吧 有一天說 讓你當了台灣的主人 我們自製了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為中國人 其實那是過去的事情 我們一般的人說 我要娶一個老婆 我要養育我的小孩 然後我有一台車子 然後就很滿足了 一般的人說 屋子登科 但是我們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什麼 就像有人講說 人有三種 一個叫野獸系的 我三種吃肉就好了 我就是為了三種而已 養肚子養肚子養肚就好了 為了三種嘛 一般大家都是 都為了這個在忙忙碌碌嘛 因為很難 很難說 要吃賣土壇嘛 有第二種是什麼 他會思考 叫他做事情 他會思考說 把這個事情做完 第三種是最高級的 這個人有理想 有自己的意見 會想去把他實現 你們就是這樣的人 你們有思考 想要說來 想知道在台灣的很多的事情 只是說 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在這個現場 第二種跟第三種人 一般的第三種人 就是說 吃三種就過不了 我吃飽就好了 沒餐沒餐 我來這裡要做 還要花錢 來這裡上課 我們就是為了台灣嘛 就這樣而已 很簡單 我們講回來 一般的話 台灣 台灣的現況 我們要如何改變 我們想很多嘛 那我們就想說 台灣的現狀要改變 台灣的現狀要改變 那我們就要了解 政府的形態 是怎麼構成的 像說 有一次我想說 有一次那一碗麵的故事 有一個癌沒的媽媽 然後在醫院住 然後兩三個小孩 然後是貧婦 然後就吃一碗陽春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印象 你不覺得 怎麼這麼慘 台灣人很不好的生活 他們老的最佳一萬幾個小好了 他們沒有館 本眷村還要打 怎麼打算拆那麼多 這樣就要了解 政府是什麼運作 政府是什麼運作 我們為什麼要有政府 我們為什麼要有國家 一般的話 國家就是 就是一群人然後有共同的志向 共同的語言 還有共同的生活目標 還是用武力什麼的 很多人有成一個國家了 還是自古以來 我就是一個國家 然後這個國家 要運作就要有個政府 管理重人的事 政治就是管理重人 管理重人事就要有錢 要有預算才可以運作 這個政府 最好政府就是有效率的政府 有效率的 發學問題 所以我可以趕快發這個預算 然後編審 然後執行 然後驗收 然後 然後就結案 我蓋個橋 蓋個船 還是什麼 還是做什麼東西 馬上可以 告訴公路還是高鐵 然後執行很快速 摸人民的福利 交通方便 但很多事情就問題來了 有時候分配會不均 因為政府握有預算權 不是議會是政府 政府我要編什麼編什麼編什麼 我要執行什麼都要有 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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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權來決定這個事情 決定你是 是 是上層的意思 以後你們以後可能也是 這個位置的人 要決定 我決定說 我決定說 以後 國小的營養午餐 免費 你認為這樣對還是不對 對嘛 可是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的民進黨 一直沒有辦法 貫徹執行 那不是很 很落實的 明明是我們 要的稅金 我願意把我繳的稅金 這一小部分發給我 發起比較貧苦的 偏遠山區的小孩 沒有吃營養午餐的人 可是這個政府不去執行 甚至有的公益產品還在 在一些宣傳上說 我們招募 捐款 怎麼樣怎樣 他們都沒有認為說 這些不是政府 要該做的事情嗎 我們聊天嘛 以後如果我們做了說 我們就要把這些納入說 我們必須的 一些不必要的 就不需要做 以法理來講的話 國家是要謀求人民的福利 我幹嘛要這個國家 對不對 我幹嘛要這個國家 如果這樣我去美國 因為美國會重視人權 你失業了 失業就資金 他們小孩讀到高中不用錢 他們小孩讀書 讀書不用錢 不過我們講句實在話 從小我們都讀中華民國生活 感覺說 納稅啦 服兵役啦 跟受國民教育 是應有的什麼義務跟責任怎樣 講一大堆嘛 那義務教育為什麼要給我們收錢 如果他爸爸那一年失業了 沒有什麼錢了 然後他小孩子兩三個要去讀書 然後又要拿學費 那豈不是加重那個家長的負擔 對啊 你有沒有想過 爸爸我要買球鞋 我們要明天運動會還是什麼 我需要上運動課 他就很窮了 然後又要繳學費 然後又失業 然後突然之間又要給他買什麼 他爸爸會不會很沮喪 對啊 一個國家要怎樣 要保護人民 要讓人民免於飢餓 要讓人民免於恐懼 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中華民國的台灣管理當局 都沒有做到 其實有時候是想想 我們台灣真的很善良很傻 就是被思考被教傻了 被洗腦了 對啦被洗腦了 我們趕快把它洗回來 你們有這個權利 你有六歲金嗎 有啊 我願意把我一部分的稅金 來教諸那些貧窮人家 你每次救助每次救助 你就做一個政策嘛 福利政策就把它解決掉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這樣是一個法律法定 我們就思考一下 法律思考一下 很多事情就很簡單 有的是偽善 明明就是做一個法律 做個法案 然後就可以執行東西 然後就是不做 然後讓人一些 一些比較自傳體啊 怎麼樣啊 對啊 大家台灣人民 就自己自己的官司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什麼 還有什麼 最近比較有名就是慈濟嘛 慈濟的事情嘛 但我們不要講這個 講這個有點上港琴 但是我們是想說 我們台灣人 要清楚 不清楚的話 真的沒辦法 我們要自己就自己 自己就是要自己提升 自己要提升 如果很 所以我還是覺得很高興 你們都可以來這裡 所以學習新的思考模式 也很好 我們講回來 那個中華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國 是不是同一個國家 很難講喔 以法律來講 在聯合國大會 其實中華民國的習次 並沒有消失 你們知道嗎 其實是被 他習次還是在 他只是被中華人民共國 對 名稱更換 沒錯 所以說 台灣要加入 以中華民國的名稱加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 除非說 他強大到處 可以把中華人民 中華人民共國 取代 但不可能的事情 他土地大 人民多 哪有可能 他拖大人去 去挑那個 可是中華民共和國又說 他們也有台灣 那他們真的有台灣嗎 我們思考一下 用一般的平常的心 我們的潛了來講 他們中華民國說 他擁有台灣的想法是怎麼說 怎麼說 他們怎麼說 因為蔣介是中國人 蔣介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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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有名的 我們常聽的 自古以來 中國 台灣就是中國 什麼什麼神聖部門 跟什麼什麼 自古以來 他常會 最會講這個 都講歷史 他們他們就是 對對對 他們是大國 歷史比較長遠 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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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自古 他自己挑的 哎呦 厲害喔 他自己挑的 我說自古以來 我說自古以來 我們阿公有什麼什麼 都知道人家的 對吧 自古以來 台灣屬於什麼什麼什麼 那都是什麼 那都是國際上 法理上沒有認定 我說出錢的話 中國大陸 中國人有一個新疆神 對不對 有新疆神嗎 有嘛 我們討論過 新疆神是什麼意思 新疆那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新疆神 新疆神 對嘛 對 新疆神 那我問你啦 那就不是自古以來 是中國的囉 是不是 他自己 他自己 這樣說嘛 這樣 他說自古以來 台灣是中國的 那請他們 把自古以來 不是他們中國的 新疆神 他們的離開 是不是 我們台灣跟他們說條件 心變了 你們知道我意思嗎 都要確實啊 你去看新疆的人 那眼球子 眼珠鼻子 根本也是 跟中國人是差別很多 他們是藍眼珠的 他反而是自古以來 跟那個 土耳其 那個 都很像 所以說一個國家的行程 並不是說因為 學統 語言 不是絕對的 可能因為學統 接近 語言接近 聯合在一起 成一個國家 中國就說 我們自古以來 我們就說 中國 新疆以前 不然新疆是他獨立 我們自己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就不是 是嗎 抱歉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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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有人說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如果自古以來 通的話 如果萬一他真的把台灣 評論 那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要評論以後 自古以來有人會開始抽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越南 以前叫安南省 安南 你知道嗎 中國的安南 自古以來 越南是中國的 聯工以來這部 自古以來 越南是他的了 他說他是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喔 都是他們講的 有一次希拉蕊就跟中國人講說 如果說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中國是蒙古的 自古以來 蒙古一度 政府的中國 然後全部都是越南 那個蒙古的 他也用我過 蒙古人也用我過台灣 沒有啦 用我過中國 因為他統治過 自古以來 蒙古以來講說 自古以來誰是誰的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說的 法理 就有一個 心中的概念說 要有一個人 國際到自己都認可 承認的時候 自古以來 什麼什麼 那才有用 那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那個都是 退而求是有的 甚至騙人的 要把你吞併 或是要把你理用而已 就好說 釣魚台 我釣魚台很有正義 有人說 釣魚台怎樣怎樣 那時候 秘書長就有講一些 那個領土的邊路 有一定的程序 國際上認可的 國際上認可的 那時候說 我是說 我們隔壁 種一個小姐很漂亮 我叫我兒子 想要去 叫他去娶她 當然就是 叫沒人去提親 以前的社會就是 叫沒人婆去提親 然後他認可的話 然後騙金就給了他 然後找個好日子 把他取回來 取回來 然後去附贈宿口登記 這是很正常的動作 然後有了小孩怎樣怎樣怎樣 建一個新的家庭 好 其實那個法理 跟日常中很像 領土的邊路一樣 你發現了這個土地 這個海島釣魚台還是什麼 一個新的土地 沒人 沒人 沒人宣告說 說 我就開始 日本人就說 這塊土地是 這塊釣魚台是我的 我發掘的 然後 然後 他就開始要派人過去 然後在那邊 做個石碑也好 駐軍也好 做個機場 做個港口 然後同時跟 全世界的國家 宣告說 如果說我要去提親 有人說 我這個地方 我會發現 我會教他 我要愛他 我會叫人去提親 我會開始就 建設東西 飛機場還是什麼的 還是石碑 還是有駐軍 這個旗鎮如果說 別的國家不認同 他就說 自古來 獨島釣魚台是我們的 我們比你早發現 問題是 我去 跟人家說 他們對方 女兒要計劃 我們便宜也拿去 也去那裡 帶回來 他在旁邊 插揉 自古來誰 我看這個小女生 一直長大 我早新發現的 一直在那裡插揉 這樣對嗎 不對 他要表現 他要變入這個土地的意願 表現說 我要取這個人家的意願 讓人家知道 然後我真的去提親 這些動作都要完成 然後以後 最後就是 納入他誰管轄 然後就是釣魚台 好像是宜蘭州就管轄 然後巡政區域 劃分什麼 有完成這一系列的動作 然後國際會承認你 不是說我們自己黑白公共的 中國中國人 他們都黑白公共而已 其實都不太講法理 不講法理 我們思考一下 他們就是不講法理的國家 因為不講 思考法理的國家的話 就很容易 很容易跟 跟人家有耳手爭執 他是宣揚國威 可是剛剛講他們是宣揚國威 他不認可他們之間 那我們對 有些土匪國家 有些土匪國家 有一個殘餘分子 他們的淺草執 也跑來我們台灣 真是我們台灣的悲哀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淺草執 是什麼意思嗎 那我解釋一下 正成功就是前朝餘孽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明朝亡了 清朝已經 他們都開始建立他們的歷史 什麼什麼 可是還有一部分的殘餘的人士 他們要反清復明 他們還打著他們明朝繼續延續 然後到了海島 然後反攻 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想想 這個情況很像是 中國國民黨 他們要反清復明 他們要恢復中華 他們要反攻大陸 要怎樣怎樣怎樣 來來來 叫一大堆 這不是很像嗎 很像耶 他們是前朝的人 可是他們不符符 現在新的朝代 然後自己跑來一個好外 然後自己要怎樣怎樣 可是這個東西 到最後都是會隨著時間改變 延長就會消失掉 現在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慢慢的在和談 以後就會過去了 我們就快要成功了 他們的路大概是會走回去 他們的路也會走回去 一般的話 我們以後如果說民國成功 執政了 我們很多事情 可能都要 還要再的 重新的思考做 我們台灣可以有憲法嗎 憲法 台灣可以有憲法嗎 沒有國家沒有 還有呢 其實台灣是不可以有憲法 台灣不可以有憲法 因為台灣憲法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才有的東西 我們有什麼人民公民的權利法案 其實那是我們最高級的法律 其實我們的憲法就是 大日本帝國以前 履留下的民治憲法 以照戰爭法來講 他們佔領這個土地 不可以改變這塊土地的法律 不可以改變這塊土地的法律 不可以改變這塊土地的人民的 語言 風俗習慣 他們 他們 還有他們種族的成分 種族的成分這樣講 種族的成分 對應該也是這樣講 他們移 就像說他們當初 中國人來新疆的時候 現在新疆人口 一半以上不是新疆人 他們把新疆一半移到中國的各地 然後中國人的一些人都會跑來新疆 囤捆居住 鼓勵他們 所以搞到最後五年十年 那些小孩會長大 然後會結婚 會生子 慢慢他們就同化了 照一般來講 新疆 如果被中國人這樣搞過一陣子以後 新疆完全都以後不可能會再獨立 好在新疆的人 他們不會跟中國人結婚是比較好 西藏 西藏德拉馬就是被他們用過以後 他們分不清誰是誰的 威爾族的常來 中國的各地讀書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做個這個手段就是 做種族魅者的動作 移入大量的人民 改變這個地區的人民的結構 就是要同化你 這是戰爭法不允許的事情 更不用講說 我們的父子輩以前說日本話 鄉公跟台語鄉公叫做國語 老公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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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差,你都沒有察覺,你沒有說要去反抗 反抗也不知道方法,也不會去改 那時候就覺得說,國民黨搞得出來是很失控的 很厲害,他們國民黨,中國人他們對這些方面 洗腦、儒家思想的方式,他們真的 什麼天地君父子 我騎生治國平天香,他們這一套很強 天下為公,以後我們小孩,我們不要讀這個 讀這個會變空,一直背,整部都不會用到 對啊,有的是謊話,他們是謊話 謊話真的啊,不然你們想看看 最明顯的,五千年的中國有五千歷史 你就從清朝慢慢加回到五文字開始 那五千年?沒有啦 有的沒有想過,你把你的歷史教科書 慢慢加上回去有沒有五千年?沒有啊 你把你的歷史教科書拿出來是假的 對啊 是假的 因為你們被思考被 被牽制住了 我們要跳脫這個東西 我們要跳脫這個東西 你就是反向思考一下 反向思考 當然,以一般來講 我們就 我們就工作上很困難 薪水比較低 然後就為了而生活 就強迫你做第三層的人 就是野獸之類的 就補足補湯價 他們也是很快 他們就讓你為了生存 為了三餐 然後一直做再做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心思 做別的 想別的事情 他在管你 對吧 你就要想辦法 多多思考 然後跳脫這個朝舊 這樣子 當然我們就聊天的時候 有在想說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小孩 應該要過什麼生活 我就剛剛 我小孩想可能要讀大學 怎樣 我可能要存錢什麼 然後有時候 包帳把他說 中國人 台灣人的儲蓄很高 是不是 以前我小時候都說 我都會開郵局的帳戶 叫大家儲蓄 怎樣 怎麼做 然後在標榜說 我們儲蓄 國民的儲蓄很高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每個人平均都會存多少錢 東方的社會 中國人也是一樣 中國人 還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他們都會存錢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試考一下 我們幹嘛要存錢 我們思考一下事情本質 我們貪心要做什麼 對 老的時候可以用 怕老的時候沒有錢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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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的意見嗎 對 餵 會有什麼意外 還是受傷 沒辦法工作 那我問你 你們 你們的社會都沒有社會福利 你們老時候沒有撫養金 你們有沒有事業救濟金 所以我們是自利救濟在存錢 接受沒有 因為我們在表現 在表揚說我們存很多錢 其實你去看美國人 澳洲人 歐洲人 他們外國人 他們不存錢 但存存率很低 為什麼 國家會養他 我失業 國家會養我 我的小孩讀書不用錢 那我幹嘛存那麼多錢 我過很好的生活 我去買便利 或是買VMDW 或是說我去買一個遊艇 或是說我去國外玩 多好啊 你去看澳洲人民 他們生活很好 我去買一個大廚 美國人看他們大廚都是透天的 查定的 到前院後院 有沒有 少數人 對啦 那個不是台灣人 他是中國人 他們是中國人 對啦 我們慢慢的 對啦 這個童 童心講的對啦 你會想過 我們慢慢的把它 好像跟我們融合在一起了 跟我們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會說有一部分的 其實他們是中國人 對吧 我們都去慢慢的被他們 keep on住了 所以說我們想說 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要改正自己的思考的模式 我會重講回來 我失業了 我怕我失業以後沒有錢花 所以我要存錢 所以我除了三餐以外 我多賺錢加班什麼 什麼一大堆 我們生活品質很低 沒有安全感 像說在失業時候 我的小孩沒飯吃 我怎麼辦 申請失業救濟金 我們現在的台灣管理當局 有沒有失業的那個 有沒有 有嘛 對啦 原來很有條件 而且又不好勤 對啊 沒有勤嘛 所以你不然很奇怪 怪 明明就有的東西好像 他們好像很故意說 很不好勤 還是說勤了以後只有半年而已 好像你們不覺得說 明明之中好像我們很滿不平的 那這個建物都要對待我們這樣 對啊 其實我們跟它是不同國啦 跟管理的當局 他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但不同國 我今天一直跟你說 重複這些話 就是說 其實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一定要分清楚 你不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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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跟 跟死在那個漩渦裡面 你會弄不出 你會走不出來 我們聊天的話就聊這個 嗯啊 中國人做當中國人也不錯啊 有人會這樣說嘛 當中國人也不錯啊 台灣人有時候講一堆嘛 那你去問中國人嘛 他們下輩子 因為當中國人的 是佔百分之幾 前陣子好像有個新聞報章 雜誌好像在做文件調查 說中國人願意下輩子 再當中國人的比例是多少 很低嘛 對不對 像 像我們的馬先生 他 他爸爸搞代說 建築畫筒要怎樣怎樣嘛 那是他們的家訓 我們不會去自貧啦 但是 他說他們都願意當作文 叫大家當中國人怎樣 做堂堂真真 一大堆有的沒的 那我反問 黃宇峻話啦 他的子孫都跑去做美國人 他反而叫台灣人來去做中國人 是不是這樣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是不是這樣 奇怪 因為台灣人好像人家提醒 再點一下點一下 他再想一下 點一點點 想想想想想 對啊 剛剛我好像有問過 我們真的是中國人嗎 不是啦 其實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很確定 因為我有辦那個台灣名證身份證 台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那個你要辦身份證的時候 你要找出日據時代的戶籍成本 我們的父子輩 我們的父子輩 我們的阿公阿嬤 我們的大政幾年 昭和幾年 出生的差不多寫幾年 他們是日本人 對啦 但是有人說 我自古以來怎樣怎樣 還是說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其實他人認識不清楚 我有一次是看那個 看一個 一本書 那本書說 日本人也有留下來 他有帶回 日本人撤退回去的時候 他有把台灣人民的那個 富籍跟地籍資料 都有取為 帶為他們的 他們日本那邊 帶為日本 我在請的時候 請大家看很多的童心 大家那個種族籃 有請到有種族籃 那個那一籃都是黑的 都是塗黑 然後在上面才寫福建 還是在上面寫廣東 你們看過嗎 有的沒有看過 在富籍藤本上面把 都有那個塗黑的地方 種族籃都塗黑 然後上面才寫福建 廣東 明顯就是有修改過 每個都有 其實不是寫台灣 因為我看過那個資料 那個好像有一個 好像是 我忘記是沈建德還是 李曉峰教授 好像是李曉峰 他有出一本小冊子 他說好像是在講台灣的 校市的平埔族 好像是李曉峰教授 我也蠻欣賞他的 當然他是台獨的思考 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不講這方面 我們講說 他有把那個日記時代 他說 塗掉的大部分都是寫 手後翻 有人說對 他知道 再來就寫生翻 這兩個 中國國民黨的 ROC的台灣官人 來以後就把它塗掉 不要讓你知道你的 你的種族 你會台語 台語的 寫福建 你會講 客家話 寫廣東 真的 為什麼 我們可以反脫回來 日本人寫這個時候 有沒有立場 甚至有點牽涉到漢話 我等一下如果有 跟我講漢話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 一般來講 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來管理台灣 做台灣很大的建設 縱觀鐵路 縱觀路 還有很多的發電廠 都是他們在統治台灣的 時期下完成的 他們也有說做一些 比較好的動作 尤其是戶口調查 這方面做得很好 他們先查台灣的戶口 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做的時候 把所有的台灣的人民 一夜清點 然後做個冊子 然後做這個戶籍就跑出來 那我們想說 如果這是我的土地 我的殖民地 我的國家 我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清點人口 他沒有別的 任何的政治含義 因為這個是他取得的 他取得的 他不會說 有什麼說 特別去土改 你生番就是生番 你熟番就是熟番 他只是要做個統計 所以他沒有政治任何的目的 他會真實的紀錄 你知道意思嗎 你住哪裡 就寫上去 你住哪裡就寫下去 你種族是什麼 就寫上去 他們並不會有任何的 任何的政治目的 可是中國國民黨的 台灣國人來了以後 他就塗掉 他就有政治目的 就只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文獻都有留著 甚至說四十萬換一塊 四萬換一塊 然後變成幾塊錢 那個 那個 他還照相 然後在網路上 找找看 你們看到很有趣 當然 講有趣 有的阿公阿嬤 心裡會滴血 好 那些錢都沒有錢 很可惡 阿伯可能就遇到 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事實 一般的戶籍藤本 如果說土改以後 就一定有目的 中國同盟黨的來 就是把它土改掉 不要讓你知道你的來源是什麼 它是欲蓋名張 因為我請了身份證 請了很多身份證 三四十分四五十分以上 現在都知道每次都土改 日本的文献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中國人的話 在那個文献是寫什麼 寫漢 漢人 不是熟翻也不是生翻 所以如果你去 千古九天本 你那個是寫漢人的話 那你真的是中國人 但很少很少很少 你們大部分都是土調的 我辦到現在都是土調的 大部分都是貧捕族的 不然你就是高砂族的 所以你們是 你們不是中國人 真的啦你們真的不是中國人 你甚至可以抽選 像林瑪莉馬街醫院的那個 他們也在抽選 你看科學方式 你就會相信我們不是中國人 他們只是說要管理你 把你生鬧 然後讓你跟你在一起 他們沒有把你當成 不然你中國人 你為什麼還有兩套的福利 兩套的標準 法律的兩套 什麼都是兩套 他們就更好我們就更壞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打他就要清楚 試搞什麼 我們法律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講回來 2006年的10月20日 好像秘書長就有發覺 這個法理 奇怪為什麼台灣人 台灣人的 一些的 真實的國際地位 像美國人都說 台灣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怎樣 都是叫台灣人不能怎麼樣 有很多人就想說 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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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是變成說 剛剛講的說 是帝氏時代的時候 就是變成說帝氏帝王的人 帝王的 像以一般的人講說 有的說 就好像是比較 一些比較好的學者 他們那種說 就金山合約的第二條的V 他是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一些些 像Rise Queen 還有什麼 WhatsApp去 抬頭 還有抬頭 他的薰有權 那時候 修一下 修一下 就金山合約 那時候我在想說 我們 我們台灣人 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我要第一條 第一條條約 第一條條約 第一條 沒有第一條 那就算了 這個是他的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朋友之所權 名氣 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說 那就是日本 就放棄台灣了 他沒有寫突誰 像台獨的人士 那些前輩們 他們說 沒有突給誰 所以說 就是台灣人的 住民自覺 沒有給誰 然後就是住台灣人 就有了 是認為是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這個是有地主 是天王的 日本是指什麼 是政府 日本是指政府 一個天王有好幾個政府 剛才我有講過 英國有好幾個 歐斯水裔 對不 他有 他有 他們的那個 香港 加拿大 一大堆的 他可以放棄 因為他們是殖民地 我講一下好了 我去澳洲的時候 去玩十天 去看他們國位 他們那國位是修衛期 我看一下 那我跟我弟弟去看的時候 他跟我解釋說 他們在那個 有個大 很大的 一個廳堂裡面 就是 說是 大英國的女王 有來到澳洲 然後跟他們簽署 什麼條款條款 然後他們就是 宣佈自治獨立 你不是很奇怪嗎 他們說 從此以後 他們 澳洲人就有自治權 澳洲有自治權 澳洲選出來總理 並不是 就總理了 他要做一個動作 還要跑去英國 不是跟英國首相 是跟英國的女王 跟他道任說 澳洲這塊土地的人民權 我當然 你允許我 管你這邊 英國女王會說 OK 然後就回來管你這邊的土地 管你這邊的人民 其實他們 他們的土地 是英國女王的 你知道嗎 可是在聯國是有沒有一起 他們在聯國有習慈 所以台灣人民 好像都被台獨這兩制 迷惑了 迷惑了 獨立是獨立 自治是自治 幫民什麼都 在國外裡面 他們分得很清楚 可是台灣人 不了解 也不會讓你知道 也不會讓你懂 你知道嗎 像香港 香港 香港有沒有軍隊 有嗎 有人說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對啦 以前香港沒有軍隊 想要贏阿婆軍隊 對吧 對啊 對啊 他也可能有警察 維持 維安的力量而已 所以我們都沒有搞清楚 像我說 說我想 說台灣 有的人 像台獨的人 有說台灣 是殖民地啊 殖民地人民可以 民主自決啊 沒有 很多國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慢慢的就獨立了啦 民主自決 然後就 你很會讓人獨立啊 本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之前 全世界好像只有 五十多個國家而已啦 成立聯國後 就民主自決 很多國家 就慢慢的成立 一百多個 現在好像是一百九十幾個嘛 我們台灣 也可以尋這個模式 做嘛 但問題是 台灣不是殖民地 台灣不是殖民地 為什麼 台灣不是殖民地 為什麼 他有主人 對啦 這是有法理的講法 我們用白話講 我們用白話講 有人 無封鄰家 無封鄰家 無封鄰家的人 他們都知道 林獻堂 你們聽過嗎 有嘛 林獻堂 你知道你在日劇時代 他還在日本日治時代的時候 他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有當過什麼 嘿 什麼 累住 對 他很有錢 他還代表一個身份 他們的家人都知道 他做過日本帝國的議會議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指示都知道 台灣人也知道 那我問你呢 他台灣人可以參加 日本帝國的國會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他可以改變 可以參與 可以立法 可以否決很多 日本帝國的國家的政策 你懂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他把你當作是他們自己的人 不是殖民地 而且這個 他當議員之前 40多年前 通通沒有台灣人當議會 就是他在4月1號 1945年的4月1號以後 宣布 頒定那個民治憲法 選議員 之前讓人家當兵 就征兵了 之前是高砂義勇軍 高砂 就是高砂主人 要做兵的 志願的 可是到最後我們大夫 就 有去買他征兵去南洋 後來又回來 那是後來台灣人 平補足的 後來有征兵 那個是真的是征兵 所以讓台灣人 有參政權 有參戰權 在國際法上 這代表什麼 你對國家效忠 你也可以參與這個國家的政策 改變這個國家的所有的法令 這個國家就要 就要怎樣 要保護你 你 你替這個國家 有時候戰爭會死人 會犧牲生命 搞不好說 我的小孩去當兵了 死掉了 我很傷心 為國生光 這樣怎麼說 其實國家要不要養 我這個 他兒子死掉 要不要養這個爸爸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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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兵是很神聖的 當兵很神聖 像好像說 澳洲的人 會不會跑去英國的國會去做他們議員 改變他們的議會的 議事的規則 議事的犯 會不會做這樣 不會啊 他不同政府啊 他不同人啊 如果後來就實施他們的憲法 就變成同一國的人 所以說 這危機的時候 在台灣晚期的時候 台灣是從殖民地變 正正變成 日本的國土了 是有變成日本的國土 有人說認為說 不清楚 不了解 說 台灣可以怎麼樣 可以自治的 可以獨立的 美國人不是沒有頭腦啦 其實講 講到難道 其實是說 我們台灣人不清楚而已 美國人打得很清楚 只是在 講句話是在玩你 因為他一中政策 沒有一中 然後要台灣人去買軍庫 為了他們美國利益 因為蔣介石那些人 叫他們來以後 做錯事情 又要他們回去 又 毛澤東又在中國 中國那土地這麼大 然後也很強大 也打不過他們了 這蔣介石集團怎麼辦 沒辦法回去啊 沒辦法回去啊 加上那個宋美人又厲害 很會耍手腕 然後就不知不覺 然後就一直留在台灣 都到現在 還有我小時候認為說 總統都是信獎 信獎的不是總統 我以前小時候認為說 總統講講 絞習慣 爸爸死的媽媽 他的兒子當總統 我以前小時候 觀念是說 做總統一定要信獎才可以 你知道嗎 有的人會笑 欸不要笑 以前真的是這樣 那時候說五 傻傻的啊 對吧 沒想你二二八 我爸爸媽媽 偷偷說二二八 怎樣 我以前笑我爸爸說什麼 那是那個說什麼 這樣 笑到有九一八 有七七四變 那我什麼二二八 我爸爸媽媽是在講什麼 是不是 不是很傻嗎 我們真的很傻嗎 後來我真的很確定 就是因為 看了那處那個 悲情城市 我看了我嚇一跳 真的有這個事情欸 那才醒起來 你知道嗎 那才有醒起來 面容傻傻的傻傻 正在笑人家說 不相信自己的爸爸 學工事那我二二八 學校也沒有教 是不是這樣子 說台灣人有時候 要想 要思考 要反向 反向思考 同理性去想 才會清楚明瞭很多事情 不要再洗了 不要被人家洗了啦 趕快絕省吧 不要再睡了就對了 不要再睡了 還有 還有很多的狀況 像說這個第一條的V 他有A跟B 就是因為合約 我們台灣人很奇怪 也是要出自己家裡的東西來講 在第二條是說 他放棄台灣 就猛追了這個 就說我認定台灣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 但是還有很多的重要條約 他都沒有在講 其實就是有 第四條在講財產權 他就寫說 第四條 第四條是講說 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這塊土地上 的人民 就日本人民 那時候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人民 土地 他的財產有 處分權跟處置權 有 只是我們沒有去翻 你去翻 你會看到嚇一跳 什麼叫做四萬多一塊 他們就是 以那個條文來做 他把你的財產 沒收 有處置 有處分權 我們還是軍事佔領 大家要醒起來 知道嗎 第四條 因為這個不是整條文的 因為我來這邊講課 是有比較 比較衝突一點 說沒有準備這個 後來我想 用聊天方式跟大家講 比較輕鬆 也不用講得太 太生硬 還有就是說 究竟三聖 總共有27條 然後裡面 還有23條裡面 也有講 指定美國的 美國是我們主要的佔領全國 所以有人說 美軍憑什麼管台灣 叫台灣不能怎麼樣 其實也是說 因為它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這些條文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可以上網去查 你打舊金山合約 上Google一下 就一大堆都跑出來了 你去翻 去看第二條 第二條的V就是這個 第四條的V就講 佔領區的人民的財產 他們有寫說他有處置權 還有23條 他們說主要美國 主要的佔領全國 因為它是主要佔領全國 才叫那個蔣介石來當 來佔領台灣 然後委託為戰 代為佔領 都是究竟三合約 我們被這個法案 潛之住了 日本天皇也是一樣 因為這裡面也沒有寫說 天皇要放棄台灣 只有日本 但是問題是日本沒有擁有台灣 所以他只能放棄他有的東西 沒有 不可能放棄 不可能放棄所有的 他不擁有的東西 所以他只能放棄管轄權 以後如果說 中國國民黨的管理當局 離開台灣以後 日本也不可能再回來管我們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有寫 可不可以翻案 不可以 根本就是 impossible 因為他簽約國 參加了五十幾國 然後有宋達 然後又通過四十六個國家 所以如果說要把這個 就像在修改的話 可能要找四十六個國家 然後再通過他們的國約 這樣再簽約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了 你知道嗎 根本就不可能了 所以他們不可能 日本的先任首相說 以後把台灣怎樣 然後還要再管台灣 不可能 大概就只能派個總督 但是也不可能再派總督 大概就是我們 好像選一個總理 然後請他 就像澳洲的模式 然後再請天王給他任命 然後授權 然後來管理 其實都是我們自治 我們自己管 自己 然後選自己的總理好了 因為有名稱 我不知道以後是什麼名稱 可能是總督還是總理 其實跟日本政府 是同位階的 甚至我們是黃民 你知道嗎 人家笑我們說我們是黃民 但是我們這是黃民喔 好 有點時間我講黃民 我們那個 4月1號的時候 1945年4月1號 天王有頒布明治憲法 頒布明治憲法 他是用 用什麼 用招書 你去中央看 我們好像 那個走廊那裡有招書 說把台灣怎樣怎樣 這樣這樣這樣 畫為他的成名 是用招書 但是現在 所以說因為是招書 是黃帝直接頒布 所以我們是他的成名 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 這毋庸置疑 這個資料還留 還留 我們那個中央那個是 Copy本 Copy了 就印出來自己 自己看 甚至可以買 可是現在的日本人 他們是國民 他們生下來就是 用那個和平憲法 弄的 不是明治憲法 是日本的和平憲法 就是麥克薩給他修改的 那時候他變成是國民 而這個 這個和平憲法 是天王給他弄過來 所以他就經過 經過天王下招書 承認這個和平憲法 然後和平憲法 再賜給他們現在的 日本的國家 變為國民 所以他是兩階 你知道嗎 法律的位置是兩階 所以我們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黃民 他們是國民 他們是國民 或者是公民 對 我們身分是比較高 對 我們身分是比較高 對 黃民比較大 對 黃民比較大 所以說去年 我有跟著去日本 去金火神社的時候 我們這次祭拜 是在那個 日本人他們都 那天祭拜很多人 日本人是在外殿 就是在外面而已 台灣民這種人 他都從外殿 就旁邊進來 在內殿裡面祭拜 那內殿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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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不能進入 我們可以 他們知道我們的外殿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親身經歷過 我就在那個 那個內殿裡面 聚拜那些金火神社 台灣的那個英靈 真的是這樣子 並講的是 這是很憲法的事情 他說 他說 以 像我們那個 誰 郝伯春 郝伯春 應該是90幾歲 現在 反退回來 應該那時候 郝伯春是20幾歲的人 說他 同腦很清楚 他知道 因為他也不可能 老的痴呆也 老的痴呆也不會想說 黃民這兩個字 因為他20幾歲 當兵 這麼多久 其實是中國國民黨的高層的人士 說他非常清楚 台灣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他不小心講出來了 大家在罵他怎樣 說那個誰 那個柯P是黃民的後裔 其實真的 你們就是黃民後裔 你們只是 被他們洗腦了 我們是外殼 怎樣怎樣 外殼 日本是外殼 你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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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很不好 其實你們就是日本人 他不然你知道真相而已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 想想 也不說很困難 不會很困難 不會很困難 像說 很多的人事實地物 你要想像這樣 就想效而已 其實也沒有什麼 人事實地物 改變立場 想一想 還是方向思考一下 那就大概 很多事情就會 會有點輪廓出來 你會比較好 好那個 來這邊的話 你們 時間快到了 那 一般的話 來這邊 很苦 我知道 因為明天我會 真的上了很久 會講的會比較不照法 所以我今天 叫我過來這邊講 我就講一個比較輕鬆的 不要太難的 大家聊天 讓你知道什麼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真的是不同的人 不要被他們洗去了 就這樣子 我就想說 還有兩分鐘時間 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請說 如果那時候 人民要統治的話 另外有沒有辦法 你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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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來講 獨立就是一個國家 今天國家要有三個 就是要有土地 對吧 我只要講一個例子 霸國以前有沒有房地 路易十幾 有沒有 有嘛 路易十四嘛 英國有房地 那時候歐洲 就是地製國家 法國有房地 後來就是因為 法國大革命 不見了 但法國大革命 那期間 很不人道 就是 就是那期間 皇帝王后 王子 通通殺光 貴族都殺光 貴族都殺光 貴族殺光 本來是什麼意思 對啦 明明是我們的生 以法理來講的話 他沒有繼承人 沒有繼承人 對 沒有繼承人 這個土地說 這個土地是我的 我死了以後 留給我兒子 他死了以後 給我孫子 生生不息 法國也是這樣 他把他的皇族 他的人都殺光以後 這塊土地就變無地主 然後先戰先贏 法國人民生活在土地上 然後這些人 就佔了這塊土地 然後這人民就有 這塊土地的主權 然後主起來 就主起來 然後選出的不是皇帝 選出的是總理 然後對人民效忠 對這個憲法效忠 以前法國皇帝大概是 大概就是 大概以這個方式來講回來 就是說澳洲可不可以獨立 除非說 英國女皇既 他們土地的所有權 授予給澳洲人 你知道嗎 一般人是不可能 就好像我們是日本人 他已經宣告全世界人都承認 也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這塊土地是深深不可分割的 除非什麼樣 除非說這個 發生革命 這個地址不在了 地址不在了 但是 這樣你知道意思嗎 除非說發生革命 一般人的話 皇帝不可能放 不可能 一般人也是 他們阿公阿嬤 他們阿祖老的土地 帝國哪有可能放掉 對吧 我也是讓你自治 所以說 這樣講是 要獨立是不可能的 也不是不獨立 他們是自治 他們在希望的人 自治跟獨立是差不多的 他們是自己選自己的總理 他們都自主 他們預算國位什麼都一樣 他們只是效忠 他們只是有一部分的稅很少 給他們的 給那個女王 給皇室民開就對了 但是最終 大部分都是最近 全部都是他們用在自己的 澳洲人民身上 沒有 他們不可能會獨立 也不可能 除了說發生戰爭 發生革命 才會有意外 怎麼跟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台灣民主 這邊一直在戰狗戰狗對不對 對 他只有做 民主是 不是 那三十戰 那 那 那 我是說 你的問題就是 要看自己 看自己 因為這執政不是說 我們民主說要執政 4月12日發表 這個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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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一句話,那不是說一句話嗎 好 那啦,那啦,我的改正好,那美女說一下 怎樣 暴動,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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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知道美軍會叫嗎 對啦,來 據我知道,現在目前美軍是在台灣一直在 控制我們,母后控制我們,我們不知道而已 在那個,五子山,五子山上 上面有一個,那個美軍他控管的一個基地 對啦 我的朋友他也是,他也是上台 所以你們 他常常都有美軍的這個基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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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其實美軍 從頭到尾就,這麼多年都一直在控制我們 不是說因為中華民國在控制我們 是他在保護我們 是他在防護人員 是他在防護人員 對啦,對啦 對啦,對啦 這樣的話我們差不多時間今天就到了 那很高興大家今天來這邊參與這堂課程 謝謝你們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你們有再來上高級班 謝謝你們